妈 你干嘛 我说我要吃鸡好子 你买个包子或者谁呀 我去的时候 真叫已经卖完了 只有小农包了 谁叫你去完呢 我昨天晚上都跟你说了 叫你去早一点 我一个星期都没吃到饺子 您要吃 不会自己吃早一点去买呀 他早上去买菜 顺便买一点不行吗 要让我去跑一趟让我漏 妈 问题不在意我早不早 而是老板家的饺子翘 大家都排着队 一出国就抢没了 那还不是你身子太笨呢 别人能抢到 为什么你抢不到啊 妈 大早上的 为了一个饺子 去跟桃子置气 你何必呢 你要吃 我明天早上去给你买不就是了 不是了 这是饺子的事吗 是他压根就没把我来画当画 妈 我怎么不帮你的画当画了 你说你要吃粥 我跟你做的粥 你说要下辈子 我就给你下辈子画床单 你说天哪呢 我羽绒服帽子 我已经全部给你配齐了 我到底哪里带不起你呢 这里小事值得一说吗 这都是你做儿媳妇该做的事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又拿着我儿子的钱 倒出去回后 给自己买项链 我说呢 难怪最近天天在家给我做的 人家是知道我买新项链的 心里不高兴 你都有多少首饰了 还买 妈 你能不能不要擅自 进我们的房间 放我们的东西啊 进你房间怎么了 别说是你的房间 这个家的每一个角落 都是我的 我想干啥就干啥 妈 你太过分了 从小到大 你就不能尊重一下我呀 你知不知道像你这样 是侵犯了他人的隐私权 你人都是我身的 还跟我谈什么隐私 我告诉你 从今天起 你们两人的工资 都交给我统一保管 凭什么 凭什么 凭我是你妈 你这个败家媳妇 你不走只管教就算了 你还给她一个皮肚出镜 你到底赢你有没有 你一会儿说桃子 没有把你说的话当话 一会儿说我赢你 没有你 可是你有没有把桃子 说的话当话 有没有把我放在赢你啊 他的解释 你一句都不听 我的诉求 你也完全不当回事 你都不尊重我们 我们还要怎么尊重你啊 你 你 你干什么厌呢 要翻天了 妈 你这不能反思一下自己吗 我 小弟 小妹 你哪个家 你是安身的待的超过了两个月的 哪里有你 哪里就有毛洞 我天天下班回家 低着头 跟个孙子一样的哄你们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明天就去把相铃给退了 赶紧的 只管今天就去退 妈 你怎么不问问他 为什么买相铃呢 桃子他不是败家的人 不管他是为了什么 总不会是为了我 你看看 再有几天是什么日子 什么日子 我的师父 他怎么可能跟我买相铃 你那相铃买这干啥 我在问你话了 你是聋了还是哑了 妈 你要吼他做什么呀 我就是身心大了一点而已 什么叫吼他呀 你总是为你媳妇和我吵架 真的吗 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怎么知道你这么个东西 起来媳妇忘了娘 真不像 妈 每当你觉得我不笑的时候 那就是你对桃子一次次无你取闹的时候 有句老话说的好 亏欺者百财不入 一笑者百事不顺 我不是在帮桃子 我是在帮我自己 妈 那下面是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竟然好好的进去 都毕竟冰成惊吓了 那就算了吧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妈 恶意揣测人心的人 只会失去他人对自己的善意 桃子 你如论如何要给田田凑够首付的钱 她主意要必须买房当陪家 爸 我知道田田脑袋不小了是该成家了 但是我跟中生真的没有那么多钱 有心无力呀 什么叫有心无力呀 你们俩结婚这么久 不可能十万都没有吧 说实话 桑林的开销一直都是我在付 你哥赚了钱 供贷款都拿 别说十万没攒到 就你一万 你凑不出来 我不信 别在这找借口了 赶紧给我拿钱 你不信 好 那我问你 咱爸的水果店是不是也开了五六年 那怎么就拿不出十万块钱给你付首付呢 水果店那是个小本生意 能赚多少钱 平常里一个家三口人 难道不要请开销吗 你们开销要请 我们一家三口就不要请了 难道我和桃子还有小宝都是神心的 不用吃喝的 哥 我真的是招去房子结婚 你急 那也不能强人所拦呢 什么叫强人所拦 强人所拦的妇女们 她可是你们的妹妹 你们最后一天看到她 价值出没有一个向下陪嫁 十万没了 把问题呢 这不是几万的问题 而且我们确实拿不出来 拿不出 桃子 你爸不是开了个餐厅吗 你也很难行吧 爸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你不会想到我爸的主意吧 反正都是一家人 如果困难方程一下怎么了 让你爸记得你不就行了 哼 那我岳父就算是再有情 那跟你们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田田是您的女儿 又不是我岳父的女儿 我这不是呢 我今天非要搜一搜 爸 我们真没有 你实在不行 找亲戚朋友们借借 爸 我到处翻呢 没看到钱 就连一点值钱的首饰都没有 哎 行吧 对的吧 哥不是有车吗 咱们可以把车卖了呀 哎 这个主意好 我们听错吧 让我卖车 你们到底顺序闹够没有啊 哥 毕竟咱们是亲兄妹 打蛋国度还粘着筋 你就帮帮我吧 他帮了你 谁在帮我们啊 你闭嘴 我跟我哥的关系都是你挑拨的 什么叫我挑拨的 自从你跟我哥结了婚 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对我们不管不问 不是你在背后挑拨是什么 哥的 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你嫂子 我告诉你 没有疼啊就没有今天的我 也没有现在这个家 他不是你能够随意诋毁的 还有 想卖车 你怎么不卖自己了呀 他那车到叔叔社做陪嫁的 终于结婚 哪个不是车往标堆 你们都给我走 我的房子还没解决呢 你再不走 别说我不给房子的钱 你这个妹妹我也不认呢 我怎么想 你这个妹妹要用点东西啊 爸 到底是谁没良心呢 桃子当初生孩子 你们谁来看过影 帮衬一下的 你能租铺蜜卖水果 那位桃子拿到财力琴补贴的 不感谢也就算的 如今你还得寸进尺 好意思吗你们 就像桃子当初说的 五六宁呢 你们当真就没有一点积蓄吗 之前你们给他买车子的时候 怎么不是买个便宜的 非要买二三十万的装面子 当初但凡听点串 省个十来万 也不会导致现在没请客守护吧 他从你妹妹你怎么听我自己的 你们对我就不计较了吗 你们有情的时候 当我是儿子 是哥哥了吗 一分情没了 就是一家人 我告诉你们 这家人也得是轻胸为民算账 我帮的是情分 不帮那也是存分 你们自己当初行为愚蠢 骗什么现在要我为你们的错误买单呢 你们跟我走 只有一身堪要 看你 妈你干嘛 急着呢 还不给我去做饭 你看我行着吗 你要吃你自己去做呀 你是不给我做 别动我说你拿着针了 哎呦 你炸我 我不是会的 我都说了我手里有针了 你这个不像的东西 给我滚 怎么了你们 儿子 你媳妇大你不动了 又跟扎了 妈 你没事吧 删着哪了 桃子 你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可以拿着针跟妈动手呢 不是的 东先生 是咱妈 别说了 你给我滚 妈 桃子呢 她确实是不像话 这次啊 我把她赶回她的娘家去 让她跟着她的妈 好好学学规矩 这倒也不用了 她走了 谁做饭呢 妈 现在是纠结吃饭的时候吗 她这样对你不敬 如果不好好的教训教训 以后上房接娃怎么办 儿子 你把她打一顿 她不就老实了吗 妈 人家不是害我吗 我要是把她打一顿 她报警呢 我可是要被抓去拘留的 好吧 那就让她妈在家 好好地教育她吧 儿子 这都半个月了 桃子 你们还不回来呀 哦 可能我月我还没教育完吧 我这几天心体有点不舒服 做不了饭 你还是想个办法 让她回来吧 这家里的地 两个星期都没拖了 妈 我们这个时候 去叫她回来 那不是功亏愉快吗 等她受完教育 自己回来 哎呀 什么教育不教育的 其实桃子这个人吧 还行 妈 我给我月母打个电话 妈 桃子真的回去半个月了 打算什么时候回来呀 这次啊 我必须得好好教育教育她 我让她把女性内训这些书啊 抄一百遍 抄完了再回去 什么女性内训呢 啊 就是古代教育女子三重自得的书 古代的书 那么厚 那抄着什么时候啊 亲家不用担心 三月份应该可以抄完的 那不行 三个月您都过完了 她不在家 我这一把老骨头 手不能踢 肩不能扛的 终生不是还在吗 终生个大老凑的 哪有桃子细心周千的 你别让她穿乳剑啥的 她又没多大毛病 她可是拿针扎你啊 那是误伤误伤 哦 原来是误会啊 误伤 误会 行行行 误会 你赶紧让她回吧 哎呀 这可咋办呢 我闺女说她不回去 说你在家总是找她的茶 亲家 没有的事 我疼她都来不及呢 你就让她回来吧 我说不动她 要不你亲自来把她压回去 你可算回来了 这个地都半个月没拖了 你还不赶紧去给我把地拖了 什么 我一回来你就让我拖地 信不信马上就走 啥说 怎么可能让你拖地呢 周深 你自己去拖地吧 桃子 我们去沙发掀着吧 嘿嘿嘿嘿嘿 你笑啥呀 妈 鱼离开了水 才知道什么是水 从而珍惜啊 遨游的机会 您啊 就是那鱼 桃子 就是水 但是 您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吗 什么 鱼离开了水 会没命 水离开了鱼啊 它会干净 谢谢